你是說前兩次都沒有考卷 第一次有 一個小節的東西把它整合起來 再多加一個東西這樣 就是可以多定義一個基本的一個運算 只要我們宣告一個自己的資料型態 再加上它的基本的一個運算 這整個東西我們就叫做是 abstrate data type 簡稱叫adt這樣 中文你要把它翻 我是個人覺得要把它翻成 抽象的資料型態 還是要說是摘要式的資料型態 個人是覺得摘要式的 似乎比較OK一點 但英文的翻譯 英文的解釋來說 它就是一個你自己定義的一個資料型態 加上基本的一個運算 像這個就是一個 剛剛所講的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定義了一個叫做 行星的一個資料變數 資料型態 然後呢 我在這個資料型態上面 我可以做一些運算 譬如說我可以做scan 把行星的資料掃描進來 我可以把它的資料給印出來 我也可以去把兩個行星的資料 做一些比較這樣子 像這三個東西就是所說的 這個basic operation的一個部分 這簡稱叫adt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在你自己的 就是專題的主題裡面 如果你宣告一些資料型態 你可能就會需要連同去定義 它的一些基本的一個運算 可以試試看這個 該怎麼樣來進行 剛剛到目前為止的範例 已經有跟大家講 這個要怎麼做這樣子 所以也許你在你的專題報告 也可以畫一個這樣的圖 如果你有做這件事情的話這樣子 接下來就是給大家看一個範例 就是說算一個複數 現在要定義一個新的資料型態叫複數 目前C的C的資料庫裡面 並沒有複數這個資料型態 你有整數有小數就是沒有複數 那如果你現在 現在譜物還是微積分有交到複數嗎 沒有完全沒有 有用到 那你們還記得嗎 複數是什麼這樣子 A加BI A加BI這樣 A加BI的絕對值是什麼 它長度這樣 A平方加B平方開更好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你會看到 那兩個複數的相加跟相減 還記得嗎 十步跟十步 虛步跟虛步 等一下就會看到了 所以現在要請大家 譬如說你的專題說 要不知道做什麼事情 但是就是要用到複數的一個運算 但是C層式裡面並沒有一個 讓你可以宣告複數的 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就可以自己去定義 你的複數的資料型態 並且去定義 他怎麼樣子做一些運算 好所以這個就是完整的code code在課本裡面都有 所以我框出來一些 比較需要注意到的地方 大家就是先注意那個部分 其他應該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之前有跟大家講過的一個部分 所以他這邊先看到 他有一些基本的資料的處理這樣 所以他一開始會有一個叫 scan complex 他這個就是說他要去掃描 叫使用者輸入這個複數 所以你會看到他回傳的是inti 就是看這個使用者有沒有輸入 足夠數量的複數 然後他的引述是什麼呢 你要丟一個compress t的資料 就是型態給他 compress t就是待會會宣告出來的 結構的一個型態這樣 把這個指標丟給他 他丟指標給他 意思就是說 這個function會幫我們 把我們輸入的東西存進去 一個 就是叫宣告成複數型態的一個結構裡面 然後看他 十部的資訊存進去 虛部的資訊存進去 所以待會你會看到 這個compress t 其實就只有兩個欄位而已 十部跟虛部 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數值這樣 你也可以把這個 叫複數的型態 把他印出來這樣子 印出來的時候 他有一個標準的型態 就是多少加多少i這樣 多一個i這樣子 多少加多少i 或者是多少-多少i 把印出來這樣子一個型態 所以他不會有回傳值 但是你需要把一個 你想要印出來的複數扔給他 這時候他就不用丟指標進去 因為他是把它當input用 你只是扔給他 叫他幫你印出來 你沒有要改他的數值 只有這個要改他的數值 所以要丟指標進去這樣 其他的運算 像他可以做加法 你丟兩個複數給他 都是這種資料型態 他可以幫你加回來這樣 但加的時候 他會回傳 這個複數 加完的複數的一個變數回來 他也沒有丟指標進去 他沒有把它 他不會更改到這兩個的數值 你如果要改到這兩個數值 才需要要丟指標 如果你是兩個加起來之後 產生一個新的結構回傳的話 那就不用丟指標這樣子 所以現在是這樣 減法就是像這邊這樣子 好那乘法 這邊有乘法跟這邊有除法 最後這個是算他的絕對值這樣 你丟一個數值給他 他幫你算一個絕對值 然後一樣回傳一個 這種資料型態的變數給你 跟你講他的絕對值現在是多少這樣 所以這個題目 這個範例就很簡單 就是把複數的資料型態定義出來 然後弄出五種功能這樣子 然後可以做加減乘除絕對值 加上輸入跟印出來這樣子 這邊大家可以 就大概先看一下這樣 所以這邊在整個code裡面 就是整個code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要注意到 你如果要宣告結構 你不用再額外include 任何的資料庫這樣 你就是基本上就是這個 stdio.h就好了 除非你有要用到一些 譬如說一些絕對值 有一些譬如說 算天花板地板函式的 那你就要再include這個max.h 所以大家最後在寫的專題的時候 要注意到 你要用到function 你有沒有include 他的一個資料函式庫進來這樣 複數的資料型 他就宣告成兩個double 就是實部跟虛部的部分 那底下就剛剛所提到的 他有的這個function 這個就不再跟大家特別講了 man function裡面 就是他先宣告了兩個 就是複數出來 變數出來 cum1跟cum2這樣 然後呢就printf 請這個使用者 先輸入第一個複數 那所以他就把這cum1的 位置丟給他 所以這邊大家要注意到 cum1那邊 我要丟一個位置 給這個scan.compress 讓他幫我把cum1的 實部跟虛部給填進去 cum2也是一樣 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他這邊 這個技巧大家也可以學一下 這邊掃完之後 他就開始印出來 看看他掃描進去的 數值是不是對的 你在期末專題裡面 你可能會掃把一個 100個以上的資訊 存在一個檔案裡 然後就用一個 讀檔案的方式 去把那100的東西 讀進來 那你怎麼確定你 那100的資訊都有讀進來 你就可以在 這邊掃描完之後 印出 做一些printf的動作 來幫你做debug 確定一下 他掃進去的資訊 是不是對的 所以他這邊 到這個38行為止 就34到38 其實主要就是一個 debug的用途這樣 讓你可以看到說 到底這邊 scan進去的 這兩個數值 是不是對的 這邊確定好 是對的之後 接下來他就會開始 印出來 一些運算的結果 這邊也有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把這個print complex 就是他印一個東西 印什麼東西呢 剛剛是說 要丟一個負數給他 他丟這個負數 他是怎麼丟的 他就是在刮弧裡面 直接就做那個 add的那個運算 加法 把這個加法 把come1跟come2 丟進來這個裡面之後 這個add complex 他會回傳 回傳一個 也是這個資料型態的 變數出來 這個資料型態變數 再扔進來 這個print complex 也是這種資料型態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這樣 所以這邊是 比較特別的一個部分 這樣 你可以把function裡面 的結果 再扔給另外一個function 有點也是那種階層式的 function裡面 還有function 這種方式 你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這個為什麼是這麼寫這樣 所以這個是做加的運算 其他也有 他會印出做減的 做這個絕對值的部分這樣 那你可能會好奇一件事情 他這邊印就只有印三種數值而已 加跟減跟絕對值這樣子 那乘跟除呢 乘跟除在這個範例裡面 他是沒有幫你寫的 所以 你如果要做的話 就要試著 你們還記得 複數的乘跟除怎麼做嗎 一個複數乘另外一個複數 要怎麼乘 也是十步乘十步嗎 各乘這樣子 好 所以那這樣應該寫起來 應該是蠻ok的這樣子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先看一下 掃描部分 就像這個樣子而已 就是他丟一個 這種複數 資料型態的變數進來 他是指標 然後我用scanf 跟之前的一樣 那我用這個間接的存取方式 就是我不用在C前面 再加一個星號了 我就C-大於這個東西 把第一個 輸入的數值存到他的十步 第二個存進來 輸入的數值存到他的虛部 看看有沒有輸入兩個數值 如果有就回傳這個ok 不然就是不ok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部分 這只是輸入的一個部分而已 加法的運算 就是傳一個變數進來 沒有這個是印出來 我要把那個數值印出來 我要印出a加bi 那我要怎麼知道那個a跟b呢 你輸入一個負數給我 那我必須先把他的十步跟虛部給取出來 所以他這邊double a跟b 我先取出你傳進來的這個負數變數的 十步存到a 虛部存到b 然後接下來 注意到一件事情這樣 在這個範例裡面他有假設一件事情 如果十步跟虛部的數值太小 他就把它直接省略掉了 太小是他定義叫小於0.005 小於0.005他就覺得太小 已經幾乎沒有 他就把它省略掉 在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所以他前面有一段這個code 在這一邊呢 他是要把它全部省略掉 如果太小的話 如果都夠大的話 就是下面這一個 判斷你的b呢 就是虛部的數值是正號還是負號 來決定你是a加bi 還是a減bi這樣子 你判斷出來這個sign之後 最後print出來 就是把a加上這個sign的符號 再配上b它的絕對值 所以因為他這邊有用到這個fabs 大家可以看課本或講義 前面有字蠻小的這樣 就是a加bi 就有三個東西 ab跟我的符號這樣 這個sign這邊在這裡 已經有根據b的數值 來決定他是負號還是正號 所以最後的b這個部分 我就直接取他的絕對值這樣子 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這個 印出來的這個部分 如果是加法 加法就 十步加十步 虛步加虛步 但是呢就是加完之後 他要回傳一個就是那個 這種複數資料型態的變數回去 所以他這邊宣告一個這個複數型態變數叫c sum c sum的real就是把這樣傳進來的 十步加起來 虛步加起來 然後回傳這個c sum這樣子 所以這邊比較簡單一點 減法就類似的 就這個部分 十步減十步 虛步減虛步 這個就沒什麼太多可以講的這樣子 呃 你看他先邊寫乘是什麼呢 乘法呢 就是直接回傳第一個c1的數值 看起來很奇怪吧 所以他沒有寫 他這個是要讓大家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試著去做一下練習這樣 看這邊把它改掉 把這行printf刪掉 return也刪掉 變成真正的乘法跟除法 要直接各個相乘的這個部分 這樣 除法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乘跟除你可以 看要註記一下還是直接看課本 他的說明有跟你講 他是沒有幫大家寫的 他是一個要給大家做練習的這樣子 絕對值的部分 絕對值要怎麼求出他的絕對值呢 他就把他的十步平方 虛步平方開更好 就這樣子 得到最後這個數值這樣 所以他使用上面就會變成這樣子 這個是最後程式跑出來的範例 一開始他會先最後請大家 先輸入第一個負數 那就輸入3.5 這是十步 5.2是虛步 2.5是第二個複數的十步 這是虛步 所以他印出來就是 這是第一個 十步 這是第一個 複數 十步虛步 2.5 1.5 相加 相減 跟這個最後取決對值 然後印出來取決對值的時候 還要順便印這一根這樣子 所以這一根在 那個鍵盤裡面是有這個符號 我記得上一次好像有同學問我說 這個要怎麼輸入進去 在鍵盤裡面是有這個符號 應該是在 右手邊 右手邊 Enter的附近吧 上面 你們都蠻厲害的 你們現在 都心中就有鍵盤這樣子 就是學那個心算 我記得我以前學心算 一開始要打算盤 最後他就說 你現在假裝 就沒有 就是沒有算盤 你心中要有算盤 那你就會看到 就這樣子 這個我是不太會 因為我就直接 直接算這樣子 心中有鍵盤 很好 就可以 就是這個符號 是可以打得出來 所以你最後 專題要呈現一個結果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要弄到絕對值 請大家就把那個符號給弄出來 這樣讓他盡量貼切 實際的一個符號這樣子 所以這個例子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這樣OK嗎 在這個複數的部分 看起來好像在兩個單元就結束了 這樣子 好 所以在這邊複數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你可以看看後面 雖然這邊講的複數 可能你專題用不到 可是裡面的觀念 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如果你有打算某一個組員 或某兩個組員 要來把這個單元的東西 實現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裡面的什麼技巧 或什麼觀念在你的專題裡面 是不是可以用得到這樣子 好 10.5的這個部分 10.5就是說做一些比較 就說之前在 正列那個單元 我跟大家講過說 如果是一個學生 他有他的學號 有他的GPA 學號是整數 GPA是有點小數的 那那個時候我們做的方式就是 那我們就宣告一個正列 專門存學號 另外一個正列 專門存GPA 但是我在存取這兩個正列的時候 是用相同的index 譬如說第一個學生 我就存取這兩個正列的 同樣都是第一個位置 我就可以知道他的學號跟GPA 這樣有兩個平行的正列 或兩個以上的 我們就叫做 paralleledarray這樣子 好 這個也是可以用來宣告成 different的 就是不同的一個 資料型態的部分這樣子 好 好 那 在我們這個 就是 在現在你知道 你學了這個 就是 正列 應該說之前是這樣子 上面這個是之前大家所學的 paralleledarray這樣 譬如說 就宣告一個integer id有50個 我有50 我也一般大概50個同學 他的id 他有個GPA 所以我就有兩個平行的一個正列 或者是下面這個跟上面這個應該是沒什麼關係的 他就是一個坐標圖 x軸的坐標跟y的坐標 我同時用了兩個正列來表示一個坐標x跟y 到底在哪裡我來定位出來 所以這兩個剛好就是兩個 你這邊可以畫一條線這樣子 剛好就是兩個不同的平行正列的一個例子 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也可以用結構的方式來做 這邊的重點在於說 這邊有50個元素 也就是說我這個正列 應該說我這個結構會有50個人這樣子 然後我怎麼樣同時宣告50個人出來 譬如說我就可以這麼做 如果是針對學生的部分 我就定義一個叫做 學生最多就是50個 我先定義一個學生的變數是這樣 這個樣子 學生的資料型態 裡面integerid是他的學號 gpa double 所以我用一個資料型態 就可以同時表示兩個變數 然後到時候我在宣告的時候 就變下面這個樣子 我也是用正列的方式去做宣告這樣 這個正列全部都是這個student底線 t這種資料的一個型態 那裡面student list 這邊有maximum總共就是50個 所以這邊這50個就代表了 就50個這樣子的一個資料型態 這樣子的寫法 就跟這樣子的寫法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這樣 只不過就看大家 你比較喜歡哪一種這樣 個人我是覺得說 這麼整理之後 我比較可以清楚的知道 譬如說這個學生 這個學生的list裡面 如果我只想要知道他的id或gpa的話 我有這種資料結構 我可以很清楚看得到 我要怎麼樣去取用這樣 譬如說我就要取第二個學生 我就會取student list2 點 看我要點id還是點gpa 這樣就蠻清楚的一個架構吧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等同於我自己需要腦中有一個 自己對應的一個關係 它就兩個平行的一個陣列 然後我同時用一個index去存取它 這個就沒有來的 這個來的那麼有 組織有結構性這樣子 下面這個坐標的也是一樣 這個點有兩個坐標 x跟y 我也可以宣告看我需要多少個點 然後同時把它指定成這種 這樣子的資料型態 我就有這麼多個 這樣子的一個資料這樣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 譬如說一個for回圈 像剛剛的那個前面這個 student有50個這樣子的一個元素 我就用一個for回圈 然後去譬如說假設 我有一個類似前面講那個行星 或是複數的 我寫了一個function 叫掃描的一個動作 我就可以用這個function 用for回圈一個一個把剛剛宣告的 50個這種資料型態的變數 一個一個扔進來 然後呢 把那個他的ID GPA都輸入進去 所以這邊這個scan student是假設有的 在課本裡面你會看到 他是這麼假設的這樣 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把每一個學生的這個掃進來這樣 所以 我想這個技巧在如果要做保險做 就成績系統還有做遊戲的那一個 你們應該就可以嘗試使用這個做法 看說就是宣告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有這麼多人 這邊就是不管是學生人員 保險人員或者是遊戲人物等等的 如果你是遊戲人物 可能這進來之後 他這邊就有什麼血量啊 身高體重 髮型 等等的 之類的這樣子 你可以看一下這樣 你就可以用這個for回圈的這個方式 把每個資訊都整理好 然後就會有這樣子的結果出來這樣子 這是另外一個這個case的study這樣子 就是剛剛前面講過複數的 現在要講另外一個 這個案例探討是在講說 我想要做一個單位的換算 單位的換算這樣 我想要把譬如說公分變公尺 公分變奈米等等的之類的 或者是把公盾變成公斤 或者是公盾變成公克等等的 但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剛剛我所講的轉換 都必須是屬於同一種種類 重量就歸重量的 就公克變公盾等等的 然後長度就歸長度的 公分變成奈米等等的 之類的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範例裡面 他會做什麼事情呢 他就會請使用者輸入 你現在要轉換什麼單位 譬如說公盾 然後你要跟我講 這個公盾是屬於哪一種類別的 譬如說是重量類別的 譬如說是重量類別的 你講完之後 他就會去他自己建好的 一個資料庫裡面去搜尋 你現在要轉換這個東西 有沒有在他的資料庫裡面 有點像是大家如果想要查 譬如說出國想要查那個匯率 那你可能就會上 可能什麼雅虎的 或是台灣銀行的網頁 你去輸入地址 然後他幫你做轉換這樣子 所以他這邊就需要 然後他就會建立一個他自己的這個 資料型態 叫做Unit T 所以待會大家會看到這個code 這個code裡面有幾個欄位 有幾個特別的欄位這樣 第一個是你要轉換的這個 單位的名字 第二個是他的縮寫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設計一個程式 不管使用者輸入的是全名還是縮寫 你都可以幫他做轉換 不過就是那個縮寫必須要大家都認識的 譬如說公分就是CM 沒有人有公分還可以輸入成 還有什麼別的縮寫嗎 應該是沒有 公分有人想得出來有第二個縮寫嗎 現在沒有 功課就是M 就是G 就是G 所以縮寫應該也是一個標準的一個東西 你可以輸入全名 你也可以輸入縮寫 但你還要跟我講他是什麼種類 class 我必須 譬如說你不可以說 我要怎麼把公分轉成功課 有人這麼轉的嗎 好像也沒有 公分怎麼轉功課 或是公頓怎麼轉 幾厘米 幾毫米 這樣很奇怪這樣 所以待會你會看到他的code裡面 他必須要同一個種類 你要跟我講他的種類 譬如說他是個 液體的容量 或者是一個距離 或者是一個重量 數量 數量等等的這樣 好 那標準就是說 就是那我 他就會去建立一個標說 那我 譬如說他會以一公克當作一個標準 那我一公斤是大概是 不是大概 就是一千公克這樣子 那一公噸就是一千公斤這樣 這個就是他要轉換的這個標準這樣 底下這個就是他的 就是這個變數的這個 應該說 常數的名字 譬如說他的這個名字 30個字元 縮寫15個字元等等的 這個大家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好 所以我們會輸入什麼東西呢 他就會請他輸入一個 他的單位 然後看說要多少量 然後舊的單位是多少 新的單位是多少 他要做這個轉換這樣子 所以他最後的程式output 就是要請大家把那個 轉換的寫出來這樣 這個不知道不太確定 會不會在大家的專題裡面會用到 反正大家就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 他是這麼樣子來把這個問題給 程式給寫出來 用這個程式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樣子 好 所以大家的最後的專題裡面 應該也會有一個演算法這樣子 就說你是怎麼樣子用這個方法 一個流程把最後這個要的結果給找出來 所以像這個題目的他的流程呢 是做什麼事情呢 他就第一個 他會先去載入他的database database他會寫在一個檔案裡面 有點像大家最後期末專題要做的是 你的期末 你應該會有個檔案要去把它讀進來的 在這個題目裡面 他就是把那些所有他有的單位 跟他怎麼做轉換的資訊 寫在一個檔案裡 把它載入進來 載入進來之後呢 他就請使用者開始輸入 你要舊的要轉換的 單位跟他的量是多少 譬如說我要轉10公克 變成多少公斤 10公克就是我這邊所謂的 舊的資訊 多少公斤 就是新的單位的一個資訊 那他就會開始一個回圈 請這個程式呢就開始幫你做轉換 轉換一次之後他會問你說 請再輸入一個新的一個舊的單位 跟你要轉換的單位 然後一直轉 非常特別 轉完之後呢 他會先跟你說如果你不要再轉換 你就輸入一個什麼類似Q的東西 如果輸入Q的話 他就最後就跳出來 如果你轉換的資訊呢 那個欄位類別不一樣 譬如說他要轉什麼公斤 轉成公分 這個就叫做conversion is impossible 不可能這樣子轉 那就輸入一個 看你要印什麼訊息出來 譬如說罵使用者 笨蛋這兩個不能轉之類的這樣子 反正就是輸入一個資訊出來 要不然就幫他轉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一直重複 重複這樣子做這樣 好 好所以code這邊有點多一樣 大家可以看課本 或者是你有下載講義的話這樣 第一個要看的就是這裡 所以他這個單位呢 他就有這些欄位 有他的名字縮寫 他的類別跟他的轉換標準 這大家有看到 這轉換標準是怎麼樣子來寫的 他的function裡面呢 就大概有這一些東西就是 不用講的就好 這邊大家應該看不太清楚 先掃他的那個單位進來 掃描之後去資料庫 資料庫找 這個單位有沒有在我的資料庫 譬如說你要幫 你要叫我幫你轉公分轉公尺 那我總是要先知道 公分跟公尺 在我的資料庫裡面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 那我就開始幫你做轉換 那我怎麼轉換呢 譬如說你是 叫我把10公分轉換成多少公尺 那我就會把公分換成公尺 這個比例給算出來 這個就是這個standard 把這邊所儲存的 我會變成1公尺等於100公分 那我就會用這個1去除以100這樣子 那我就會知道10公分 去除以100 就是我要的答案 0.1公尺這樣 所以他就三個動作這樣 我先 應該說四個動作 掃描 然後我要現在要儲存 應該說 掃描 我要轉換的這個東西 然後把我的資料庫載進去 載入進去 然後看你要轉換的資料 有沒有在我的資料庫裡面 就這個攝取這個動作 最後如果有的話 那我就做這個轉換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邊你看到 這邊一開始他會先載入這個資料庫這樣 這個細節我看 我就先不要等一下有看到 再跟大家講這樣 所以就先載入這個資料庫 接下來他就會一堆printf 請使用者開始輸入 你要轉換的這個資訊是什麼 這樣子 所以他就有一個for回圈 這個寫法大家也可以模仿一下 請那個使用者 開始輸入三項資訊給我 他會一直做 做到他真的輸入三項為止 所以這個status 會等於等於3 才會停止這樣 所以他會輸入你的量 跟舊的單位 和新的單位 譬如說你舊的單位是公分 量是10公分 新的單位是公尺 所以總共有三項資訊 他用這個for回圈 確定他真的輸入三項資訊之後 這個for回圈才會停止這樣子 接下來他就會去做搜尋的這個動作 看看你的舊的單位 跟新的要轉換過去的單位 有沒有在我的資料庫裡 他會做這個search 所以如果你看到他就會去做這個search 這個動作 如果這兩個其中有一個出來search的結果 是找不到not found的話 他就不會做這個轉換 要不然呢 他就會最後在這裡做一個convert這樣子 這些ls這些都是沒有辦法做轉換的 包含說如果這個類別不一樣 這邊有一塊這個 他的類別如果不一樣的話 他也沒有辦法幫你做轉換 最後就是這個轉換這個動作這樣子 好這邊應該可以稍微看一下這樣 這個就是要掃描進去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在你可以參考一下 你在做期末專題的時候 應該就會用到這個部分這樣 你要宣告一個檔案 然後把就是看那個開一個文字檔 把那個文字檔內容 全部把你有的單位都掃描進去 包含他的名字縮寫 類別跟他的轉換標準這樣子 然後這裡有一個叫做loadunit這個 這裡大家要看就是這個 開檔案這個fopen 然後就看你要開什麼檔案這樣子 然後開始去做讀取這個動作這樣子 去做這個fscan fscan這個unit就是前面這一頁所講的這個動作這樣 他去把用fscanf把資料讀進來 所以大家期末專題就是寫一個檔案 然後用fscanf把這個100個資訊讀進來 到你的程式裡面 你要確定好那100個資料是真的有讀進來 蠻常看到的一個問題是 你程式最後跑不出來 是因為連讀檔都有問題 第一步就錯了 所以你們在整合的時候要確定好 第一步那個讀檔一定要先進的來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大家就可以稍微看一下就好這樣子 這部分 記得你那個開檔完之後 最後你確定沒有要用要把它關掉這樣 fclose 要不然你下次要再用會有一些問題這樣子 其他細節大家就看code就好 還是不用就這邊不用特別講這樣子 好 這邊是攝取這個動作 搜尋 所以我會在就是把這個資料庫載進來之後 譬如說你跟我說你要找公分 我就會把這個公分這個資訊呢 丟進來這個search這個function裡面 然後他就會用公分去幫我找說 這個name有沒有這個target有沒有在我的每一個 載入的資料庫裡面 所以我有個wire回圈 譬如說我這個資料庫有100種單位 然後你說的公分有沒有在這100種裡面 我會一個一個去做搜尋這樣子 如果這邊要注意到是or這樣子 這個是or的符號 如果他的全名是一樣的 或者是縮寫是一樣的 只要這兩個其中是一個 我就代表我有找到了這樣子 找到之後 他待會就會用他的標準去做一些運算 這個convert就是這個標準 就這一個就是 要怎麼做這個資料轉換呢 就是原本看你是譬如說10公分 10就是這個quantity這樣 就10是一開始你要輸入給我的 那舊的單位除以新的單位的標準 101公分等於1百分之1公尺 所以我就舊的單位是1 那這個new standard就是 以公分做標準的話就是100 他就是1分之100 所以給大家看一個圖 你應該會比較清楚 就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他的範例這樣 一開始他寫在純文字檔裡面的資料 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剛剛我說的那個標準 就像這樣子 他把這個我拿一個比較簡單的 拿這個公斤當成1這樣子 那如果是公斤當成1的話 那麼 克就是這個克的標準就是0.001公斤 所以如果你跟我講說 你要跟我 要請我幫你算說 譬如說3公克等於多少公斤 那我就會用3乘上這個0.001 再除以1 就是前面這個動作這樣子 3乘上0.001再除以1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去對照那個表 應該會更清楚這個部分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他的純文字檔就會寫 長這個樣子 他會先把這整個文字檔讀進來 所以一行 這樣一行就是一個structure這樣子 一行就是一個結構的一個資訊 裡面有存他的全名 他的縮寫 他的類別 這些類別都是屬於這個距離的 有英里公里 還有這個馬 還有這個公尺等等的這樣 然後下面這四個是議題的單位 有公 公升 公升這些資訊 然後下面這個是重量的一個部分 這個程式要用呢 就是他就會這樣子寫這樣 譬如說你就輸入2.5公克 這個要轉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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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meter 就是用這個 毫克要轉成功克是多少 就1 2 3 4毫克要轉成功克 他就會跟你說 那出來 mg 他沒有在這個database裡面 所以他就會跟你說 沒有辦法做這個轉換 如果有這個database的話 他就會直接幫你做這個轉換 給你這樣 譬如說這個2.5 q gt 是 quarters quarters quarters中文是什麼 垮托 垮托是 垮托品 垮托是一個議題的容量單位 對嗎 所以這個垮托是大概是 0.94635L Liter Liter是 公升喔 為什麼我覺得我英文退化 垮托 好 這邊看起來是 1垮托等於0.94635公升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輸入給我2.5垮托等於多少公升 那我就回報給你 就是2.3659公升這樣子 所以這個功能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你輸入給我一個你要轉的 公里轉成麥喔 這個如果你去美國應該就一定會用到 因為那個速限表就不一樣 你不要去美國開一開就 我應該開100公里 我就給它開到100 那個車子的那個轉到100 實際上好像是一二多吧 應該是如果你看這個的話 麥有在哪裡啊 麥有麥有麥 這裡這樣子 1603這樣子 大概是1.6倍嘛 所以 大概你開100就是大概 你就在台灣開160的意思這樣子 不過如果你去德國 好像他們的高速公路是沒有速限的 所以隨便你開這樣子 然後你還可以租車租 看你覺得超厲害的跑車 BMW BMW在那邊應該不算超厲害的這樣子 好 所以 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就大概是這個例子這樣子 所以整理一下摘要一下 內容你可以參考一下 重點是說 它可以用結構來幫助我們 建一個資料庫 譬如說你要做遊戲的 你就可以進去 這個資料庫搜尋一個東西出來 然後看說是要幫它加加減減啊 還是懲處啊 或譬如說要遇到一個怪物啊 你也可以做 我不知道那個 做那些遊戲的同學會不會 譬如說你有個結構嗎 人人人走到一個怪物 然後怪物出手了跟它砍一刀 然後就要扣50點 然後你就要去那個結構 搜尋它的生命值 給它減50 然後就要給它 變成一個指標給它 然後就要幫你扣50等等的這樣 如果你吃到什麼東西 就要加100 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如果你做得出來搞不好以後 你可能真的可以去那個貨櫃 就我們學校旁邊那個貨櫃 開一個新創公司這樣子 對啊 你可以做一個 可以跟原版的先見奇巧 算一樣好玩的 那應該就不錯 現在這個已經變成回味了 沒有人做出來的那種感覺這樣子 好像現在做遊戲的都是中國大陸的這樣子 好 最後就是10點6了 先休息 再來跟大家講 最後這個補充的一個東西這樣子 這應該也蠻快的這樣 就讓大家知道這個觀念這樣子 睡覺的同學可以起床 旁邊的同學可以幫忙叫一下這樣子 好 睡著了 好 最後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這個叫Union的這個東西這樣 Union這個東西的 什麼時候要使用這個Union呢 就是說剛剛我們有提到結構裡面有很多元素 但是有的情況底下 你這個元素不一定每一個都會使用到 那譬如說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我先用後面的講好 就是等一下我們會看到說 我們要算一個東西的 譬如說面積 這個面積可能 根據不同的形狀它就有不同的公式 如果是圓形 我要算那個面積就是πr平方 如果是正方形那就是邊的平方 如果是長方形那我就長成寬這樣子 所以我就可能有不同的結構 需要同時在不同的情況下 我需要先判斷它的形狀是什麼 然後去做一些處理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教的這個結構裡面 每一個元素都一定會用到 如果是像剛剛我說的一些圓形 或者是正方形 如果我只是宣告一個陣列說 我有一個這個就是半徑好了 但是如果我現在要處理的形狀 其實是一個正方形的話 那那個半徑對我來說就是沒有意義的東西 那這時候我們就需要用到Union這種type 那我們來把不同 可能有不同資訊的一個structure 把它混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Union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種資料結構 它可以混雜不同的一個component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component 有不同的解釋方式這樣子 所以八股一點的文字是這樣 簡單一點文字就是說 structure裡面的元素 我們不一定每一個都會用到 要根據我們的現在的情況來決定 我們要取用哪一個 譬如說 像這個 我們來講一個例子這樣 這個例子是這樣 如果大家看你課本的例子的話 它是要說呢 它要去判斷一個人的頭髮是什麼顏色這樣子 可是呢 我不能夠只是宣告這個頭髮的顏色 因為它有可能是禿頭 有可能是禿頭 這個baud 就是禿頭 等一下你會看到baud是禿頭這樣 如果 如果我看到它是禿頭的話 那我就要再判斷 這個禿頭到底是真的禿頭還是假的禿頭 它可能是戴假髮的禿頭 我是不知道到底有沒有人會去戴禿頭的假髮 演戲可能會吧 那平常應該是不太可能這樣子 所以 它這邊就先宣告一個比較廣義的一個 叫做hair這樣子 hair t 然後你注意一下 這邊有一個標準的型態是這樣 type df 這邊要變成union這樣子 就union union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 這個資料型態裡面 有時候我是要用這一個 有時候我是要用這一個這樣 我不會兩個都需要同時使用這樣 我有的時候只需要這個資訊就好 這個就不用了 譬如說 如果我 我先判斷 那待會我會額外宣告這個東西 一個人的資訊進來之後 我先用type df 也是struture 先判斷它是不是禿頭 就是integer 這個board這個就禿頭這樣子 我要根據這個board的資訊來決定 我的左邊那個union的資訊 我要用哪一個 所以在這個裡面 我也宣告一個hair t 這個資料型態 叫做h這個變數這樣 整個這個struture 叫做hair information t這樣 所以等一下的流程是這樣 他會先看這個board是不是禿頭 如果是的話 他就再去用這個h去看這個 這個就是帶假髮 帶假髮這樣 他有沒有帶假髮這樣子 如果他不是禿頭的話 他才用下面這個資訊去說 那他這個髮色是什麼顏色 是暗紅色呢 還是金黃色呢 等等的這樣子 所以在這裡就有兩種資料結構 你會看到這個資料結構裡面 混雜了一個這個union的資料結構 你只要看到是union 就代表這兩個不一定會同時都用 但是如果是這一種struture 這兩個都會同時存在這樣子 這兩個會不一定都用 所以這叫不同的解讀方式 如果他是禿頭的話 我只需要上面這個資訊 因為就沒有頭髮 我怎麼判斷他的顏色這樣子 禿頭我就只要決定 他到底有沒有帶假髮就好了 這個可能以後你可以拿來做那個 你如果以後做人工智慧 做人臉辨識 但我目前暫時想不出來 辨識人家的髮色跟判斷禿頭 到底要用在什麼地方這樣子 然後你們可以想想看 你們創造力是無窮的這樣 以後可能你大三大四 要做專題的時候 你想要做一個人工智慧辨識系統 辨識他是不是禿頭 以及他有沒有帶假髮 還有他的髮色 如果他不是禿頭 那我就需要用到下面這個資訊 color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本來的講義 我好像也沒有放上去 我等一下回去把新的資訊 更新過去這樣 你可以先看一下 基本上這邊就會有兩種資訊混雜在一起這樣 那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像這樣 我就 這邊有個function 我要印出那個髮色的資訊 所以我就先丟了一個這個 頭髮資訊進來 他的變數型態是hair information t 就是這一個這樣 我丟一個變數進來 可以讓我判斷他是不是禿頭 然後來決定我下面這個h 要用哪一個 這個元素還是這個元素這樣 所以我就丟這個資訊進來 我先判斷 如果他的hair.board是1 也就是他是禿頭 那接下來我就要用hair.h 你要注意到這邊的關鍵點在這邊這樣 就是說hair.board 我先判斷這個board是1還是0 如果是1的話 我就用這個東西.h 然後去抓這個數值來看 他現在有沒有是不是帶假髮 所以如果是1 然後我就去看 他的這個subject 就是這個主體 或這個個體 他是禿頭的 然後我就要去記錄說 那他到底判斷說 他有沒有帶就是假髮 如果有的話 就要印出來 他是禿頭 但是他帶了一個假髮 或者是他是禿頭 他不是帶假髮 他是真的禿了這樣子 這是這樣子 如果他不是禿頭的話 那我要用的就是hair.h.color這個東西這樣 我就真的有這個color這個資訊在裡面 這麼寫會造成的效應是什麼呢 就是像下面這個圖一樣 如果hair的board是1的話 那我那個.h的這個 記憶體的分配空間裡面 我只會用到第一個部分 就是他有沒有帶假髮 就有沒有帶假髮這樣 後面我本來 我這邊本來宣告的是一整塊 我有這兩個東西 我框了一塊記憶體都給他用 但是如果他現在是禿頭的話 我只需要用到這個int.j 前面最前面這個資訊而已 後面這個我是用不到的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圖 就會變這個樣子 如果他是禿頭 這個board是1的話 下面這個.h的資訊裡面 我只會有這個前面的0 後面這個資訊都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本來那時候 要用來記錄髮射的這樣 但是如果我現在不是禿頭的話 那麼我整塊記憶體 都是用來存我的髮射的資訊 比如說暗紅色或者是金髮 等等這樣子 所以這意思就是說 我這塊記憶體 本來我這樣子宣告之後 有塊記憶體 這個記憶體要怎麼使用 要看我的情況 如果是禿頭 我就整塊記憶體呢 我就留了這一塊 只用了這一塊而已 如果我是有頭髮 這塊就不用了 我把所有的記憶體空間 都拿來給他 存這個color這個部分 但是你必須先把它 宣告成union的型態 配上這個structure 在這邊在這裡這樣 根據這個board的結果 來看這個h 這個變數 到底要怎麼樣來做使用這樣 好 再讓大家看一個例子 你可能會更有感覺一點這樣子 下面是這個 就是可以計算area的一個圖形這樣子 算一個圖形的面積這樣 算一個圖形的面積 圖形呢 我們可能有很多種這樣 譬如說現在有圓形 如果是圓形的話 它的一個structure是它的面積啦 它的周長跟它的半徑 然後它如果是這個矩形的話 它有面積它的周長 它的長寬 這邊就是 如果是不同形狀的話 我會宣告它有這些資訊這樣子 好 那如果是方形 就只有面積周長 跟它的就是一個邊的長這樣子 這邊要注意到的是這裡這樣子 就這裡 這個是union的部分 就說我這裡有一個變數的一個型態 這個union裡面可能會有三種 三種資料的一個型態 可能是circle 可能是這個長方形 可能是 沒有 好的 長方形跟正方形這樣子 我在這個資料型態裡面有這三種 待會我要判斷 我現在輸入的 我要處理的圖 到底是這三種的哪一種 來選擇 我到底是要用這種structure 還是這種structure 來做它的面積或者是周長的一個計算 所以待會你會看到這個東西這樣 所以你看到這邊 這裡就有一個叫做 Figure T的Structure裡面 這裡有一個shape這個名稱 這個shape就是在講 使用者要先跟我講 你現在要輸入的是 矩形長方形還是圓形 我根據這個shape 來決定我這個Fig 這個Figure Data T 就是這個變數裡面 我要選哪一個東西出來做使用 所以這個稍微再更進階一點 我先用這個的shape形狀 來判斷 我要選擇哪一種資料結構來做運算 這個shape如果是circle 那我就會進來這裡 選擇circle的這個變數 也就是這裡的 給我的面積半徑跟周長 這邊來做一些運算 如果我那個shape這邊指的是長方形 那我就會用這些資訊來做運算這樣 所以讓大家來看一下這個部分這樣 你看這邊main這一邊 我就先這個figure T 現在有兩個東西 你現在專注在看這個東西就好 你要先跟我講shape是什麼 然後我才根據你的shape 來決定這個Fig這個變數 我要選擇哪一種形狀 哪一種資料結構來幫我做運算 figure T這邊 請這個使用者先跟我輸入呢 先先輸入就是一個function 叫get figure dimension 這個東西出來這樣子 如果你輸入的形狀不是Q 那我就一直輸入 換句話說就是你如果輸入一個大Q 我就知道你沒有要再做計算了 我就可以不用再做了這樣 好 那你輸入完之後 我就根據你的shape 來幫助你算出你的面積周長 然後並且把它印出來這樣子 好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下面的這個 get figure dimension 這裡主要就是跟我講 那個shape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它這裡有個printf 請輸入一個字母 來代表現在的形狀是什麼 C就是圓形 R就是retang 長方形 S就是正方形 如果你不要再輸入 你就輸入Q這樣 所以這邊就有用到這個switch這樣 然後去判斷 這object就是這個 我剛剛宣告的這個資料型態 就這個 這種資料型態 我去看它的shape 輸入的是什麼東西 我把它存到這個shape裡面去 我把這個得到的數值 存到這個東西的shape 這個資訊裡面去 然後在這邊去看說 如果它輸入的是C 這邊它有一個防呆的機制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不管它輸入大寫的C 還是小寫的C 你都要能夠幫它做處理 如果輸入大寫的C 它什麼都不做 它就直接往下跳 跳到小寫的C這裡 它不會 它不會有下面看到這個breaker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大寫的R 它也不會 它就直接往下跳 解讀成是小寫的R這樣子 所以如果是大寫的C 代表是圓形 那麼它就要請它輸入說 請你輸入你的周長給我 那這時候 因為它是大寫的C 所以我要用的東西就是 object.figure 裡面的圓形 所以它這裡有三個結構把它結合起來 這樣子 再讓大家看一次這樣 會比較清楚一點 這個東西先決定它的shape 根據shape 我去挑選這個figure data t裡面的figure 這個figure裡面有三個東西我要挑 我就譬如說挑圓形 挑到圓形之後呢 我再來挑圓形裡面的 圓形裡面的 我要存半徑進去 然後到時候幫它算這個周長跟這個面積出來 如果我挑到的是長方形 我就要把它叫請使用者輸入你的高跟寬的一個部分 然後幫你算周長跟你的面積出來這樣子 所以後面的code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可以抓住我剛剛所講的這個觀念就好 這樣 如果你輸入的是r就是 長方形 那我就會用這個東西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的是 為什麼這裡是這樣子寫 為什麼這裡是這樣子寫 這樣子 如果你挑到的是r的話 那我就用object.figure裡面的 剛剛說的它有三個 圓形 長方形跟正方形圈 長方形裡面的hide存進來 然後請你輸入它的寬 存到這個寬裡面去 其他部分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樣 就這邊有點隆藏 如果是這個area 你要接下來就要開始算那個面積了 算面積也是你就丟一個object給它 它也是先判斷它的形狀是什麼 如果它的形狀是這個c的話 圓形 那我就用πr平方 我就把它π乘上 把它的這個半徑取出來 取的方式是這樣 就一層兩層三層第四層 你要看這邊比較複雜 就是有四層的這個運算這樣 這樣把它這個取出來這樣 所以觀念上是蠻簡單 就是想法上我就是根據我的形狀 然後抓出我要的資訊這樣 只不過這邊我要的資訊裡面 我這邊宣告這個東西 我不會三個都會用到這樣 我只會用到其中一個 我要節省我的記憶體的空間 所以我用了這個union這樣子 所以這三個是共用我的記憶體的 所以如果你譬如說你寫程式的時候發現 那些記憶體不太夠 有可能是因為你結構宣告太多了 實際上不會同時需要存在那麼多結構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讓他們共用 這同樣的一塊記憶體空間 根據我這個SHIP的不同 我要選擇哪一塊結構出來做使用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最後這個單元 要跟大家講的這個部分 就是你可以有if-else的判斷這樣 就是選擇性 你現在要處理的情況是 譬如說剛剛說的凸頭 如果有凸頭的話 就沒有髮射的問題需要解決 如果你這邊要算面積 你如果是圓形 那我就不需要用到長方形跟正方形 的這種資料結構這樣 我可以直接宣告這個union 讓我來選擇其中一種這樣子 這個是這邊要跟大家講的這個部分 後面大概就沒什麼了 就是大概都是一樣的 你就會看到它標準的形態就是case 看說你現在到底是 長方形正方形還是圓形 取出相對應的資訊出來這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結論上來說就是 如果大家你的 其實我是認真的覺得 大家做的專題裡面 蠻多組都會需要用到結構這個東西 因為你們很多都是一個 這個物件裡面有很多的相關的資訊這樣子 學號 GBA 甚至 遊戲人物啊等等的那些東西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定義你的資料結構 你可以定義把它丟到方形去做處理 你也可以定義一些你要做的處理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覺得你的資料結構真的蠻多 然後不是每個情況都要用到的話 你可以用Union這個東西這樣子 那它就可以幫你把很多不同的資料結構 整合在一塊記憶體空間裡面 你自己判斷像前面這樣子 看你要用這種case啊 或者是前面再看到這種 前面看到的這個 有發射的這個 有發射的 基本上形態固定的格式都長這個樣子 先先看到一個有Union的 然後用一個刷球把它包起來 看你這個Union 根據這個的結果來選擇 你Union要選擇它還是它這樣子 下面那個也是一樣 剛剛看到的這個也是一樣 根據這個structure 這個shape的資訊 來決定這個figure data 它是一個Union 選擇哪一個出來做使用 這哪一個可以是結構 也可以是單純的變數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這邊算是一個補充說明 就不確定大家不會用到 不過如果你真的有用到這個 在你的專題裡面的話 請一定要在專題的那個報告裡面 標出來說你有做這件事情 要不然我們會不知道你有沒有用這樣子 你有標出來我們就會看到 然後就去計分數這樣子 好那禮拜天的時候記得 教一下其中報告的部分 建議應該是用Word打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要寫你們這一組要打算做什麼 有哪些工作項目 然後目前完成了哪一些 譬如說你有七個工作項目 然後第一個工作項目完成了60% 第二個完成了10% 最後都還沒有做 其他五個都還沒做 這樣也可以 就是知道一下目前其中的進度 然後剩下的是 10成安排 要用一個甘特圖 去Google一下甘特圖這樣子 然後分工是誰 然後我最後再講一個東西就是 專題要請大家交一個 各組的貢獻表 所以如果你有些組員 本來分配到工作項目6跟7好 但是他完全都沒做出來 如果你們這樣也可以覺得 他的貢獻可以評分的話 譬如說四個人都25% 那我也OK這樣 因為我就是照大家的貢獻表 來算總成績這樣 所以那個貢獻表要請各組 每個組員簽名 所以到時候還會再提醒大家一次這樣 好那沒什麼問題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